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 在2015年发表了一项大规模医学研究报告 研究发现与非素食者相比 纯素食者罹患大肠癌的风险降低了16% 奶蛋素食者降低了18% 大肠癌疾病的患者 从他的检查期、治疗期到保健期 可能都容易发生腹泻以及便秘 这些排便上面的困扰 所以以下我们要提醒大家 有五项的禁忌食物类别 以及六大类的饮食原则 首先禁忌的五不要 第一点是高糖 高糖的食物因为它的营养密度低 也容易发炎 所以不要吃太多高糖 高油以及油炸类的食物 它也是会有消化上的负担 第三类我们建议避免产气的食物 例如豆类 还有一些高纤维的食物 粗糙纤维它会比较刺激 肠道蠕动这一类的食物避免 第四类是比较刺激性的食物 包含了辣的酒精或者是咖啡 甚至气的汽水这一类的饮料 也尽量避免 第五类是加工制品 因为它的营养成分也比较过氧化了 容易产生发炎 这一类食物也尽量避免 随着治疗的进行 大肠癌患者的食欲可能会变差 导致体重减轻 为确保身体能够获得足够的营养 可以考虑以少量多餐 摄取高生理价蛋白质 食用全骨类 避免高油油炸类食物 摄取多颜色蔬果 补充足够水分等方式 来促进伤口和肠道的修复 以及足够热量的摄取